疫情下本港经济令人忧心 有超过40年历史的香港仔 珍宝海鲜房也都熬不住 他们明天开始暂停营业 大约60个员工受影响 先请通报道 往年当然很多旅行团 很多游客 现在真的很淡 一个世代巨轮也没办法 做了20几年观光船的他 见证着这个海上皇宫的兴衰 在香港仔心湾的珍宝皇国 开业40几年 输了给新型肺炎 星期二开始暂停营业 珍宝皇国暂停营业之后 里面都是烏灯黑火的 只是有部分维修人员在弄招牌 珍宝海鲜房和另一所画坊 泰白海鲜房 组成整个珍宝皇国 可以同时容纳2300几人 旁边还有厨房船 里面全部都是中式雕刻和摆设 周星馳主演的电影《食神》 都在这里拍的 说明是皇国英女皇都来过 这里前身是水上人的歌堂灯 即是小酒楼 也是他们饮宴起庆的场地 我们经常都说香港由一个渔村 发展成为一个大的都会 刚刚香港仔就是有这类的历史留下 如果珍宝海鲜房将来不继续燃 其实是对香港人的一个损失 珍宝皇国1971年开业前被大火烧毁 商人何鸿新和郑宇彤 号知三千多万重建 1976年正式开业 现在暂停营业 大约有60个员工受影响 香港仔又少一个地标 海鲜房的华灯关掉之后 香港仔可以说是海面晚上的时候 就会变得比较暗淡一些 有线电视记者 闪情风不良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